星期六 我在人民广场公开说 现在是齐面整理 对吧 今天呢 在早晨还没开盘说 我说这个星期总体是看反弹 我不是做反弹就开始了 看反弹 我说今天因为会大胆 结果果然今天大胆 那么明天呢我股息还会涨一涨 对吧 那么这部会涨到什么地方呢 大概在 三千四百点左右 又要回下来 会反反复复 所以现在呢你只有 我的观点是你只有 原来的股票持有 懂不懂啊 那么新加长不是加长的时候 对吧 现在 我们的股市啊 我还是这个观点 对吧 真正加长的时候 在十一月 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 应该可以调整结束 那时候才会去挑战 三千六百七十四点 知道吧 那么我们的依据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是层 从层的技术来判断它 又可以先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的 现在的形态是什么 最起码要调整 13天或者15天 17天都可以 我算下来十天 时间应该在十一月五号 到八号三天之内 大唐开始再一次向上突破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